我们的脱钞之外 不允许看到任何的影迹 明白吗 我们不用数字进行粘吗 我们的脱钞之外是不允许看到的 临床当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有碰到张牙跟医生说 我有一个上一届的 都是跟华医生一起的那届的 跟卢医生说 他那边的老板说 不肯去 还要做一些 要不要再做一些 他一做一下 整个牙医生都吃了 最好再压到套操底板上 再多一部分 他觉得这样更结实是不是 所以女生他说 他要是看哪个医生站 他说周围要看不到数字 他得行回一队 说谁教你的 蛤 蛤 我踏一会儿 所以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的学生就是这样的 数字之后一定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有这个开门认识的来接 将来我们拆套操的时候 就拆到地板那小块 看到了吧 我们去除的会儿 非常容易 所以我建议大家 买的时候呢 都买东木肯那个变色的 我看罗页医生就是非常好 那么因为这个沾用冰箱 或者是有那个 不沾用的 我们的手机不是拼音布 拼水 你一拼 它就变成那个绿色 平时口巢温度的时候 就有骨色的 非常 我一前没发现这个 然后我用那个 就是什么 那个 蓝色数据吧 它一个温度 就什么样温度 都是蓝色 它去除的时候 就非常的快 这个 这个 听声音看的时候 蓝色不好看 就不如那种 我们把所有的数字 清理的干燃精进的时候 这时候呢 还有前面一个注意点 我带个蓝色的重复一点 这个你拖三十剂的时候 一定是你按照你目测的 那个临床板中心啊 三十正好跟拋床的那个 基地板啊 大色差不多 你千万不要把整个压力 这个也麻烦 所以要精准一点 然后手一步呢 哎 就在这边的中心 地图一点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呢 又算是哪里 或者拖个重复吧 那三十点 整个压力 是吧 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把多余的眼睛之后 去除干干基因子 然后你的目测认为 已经是 大家一定是这样的 不要过于意外 和定位感 明白的意思吗 首先先是我们的目测 认为它的长度线 我们眼睛 比如这三条线嘛 牙上也有一条线 我们先把它混合了 我们认为眼睛看了 已经是百分之百准确了 这时候在我们的定位感 去校正 而并不是12号 定位感 一定的去定位 明白的意思了吧 跟你原来那个方式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 原来这个同学 就会经常穿一张围起 哎 英文工就会 以定位感为准的 这样就不行了 就失去意义了 是不是 还是以定位感充心为主 然后呢 到个定位感为主 来去考虑 定好位置之后 然后就开始进行高照 这时候高照的时候呢 我们说鸡子能掺透吧 肯定能掺透是不是 掺透 照的时候我们怎么照 从一侧 就没有问题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切断 然后再照过来 是吧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切断照的话 咱们说 这是牙齿 是不是 这是套草 是不是 我们可不可以 都切成这个画像 可以吗 从静眼中 静眼中 静眼中我们是从这个方向 肯定是 不容易你摺得到 拿着这个套草体 是不是 最理想的是 从他的切断 舍舍方向 这样是最理想的 明白吗 这样的话是最理想的 那么你这一照 要比你从静眼中 照要好一倍以上 是吧 当然呢 你还要从静眼中 再照顾一下 现在有个同学 是这样能行吗 他说体验 没有问题 你最后把拖到车出发 你可以看一下 拖到那个中心呀 固化的非常完整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你不能担心 那就更不能说 就是这个方式 我们接下来用个 先那个 发的一个图 发给大家 是吧 看的牙齿 这个 先去看一下 先去那一下吧 不要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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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